大家好,我是莉莉,我刚才在BBC上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所以我赶快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这个主要的源头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患癌的孩子,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孩子不能去学校, 所以她就跟班上的同学就是隔离开,她自己感觉有点寂寞吧,肯定会很寂寞的小朋友嘛, 每天把她关在医院或者是在家里,她没有办法跟他们接触的话,肯定是心理上是有一些孤单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就是设计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就可以让他跟学校的孩子能够保持联系,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新闻,它上面是怎么写的。 比较酼体应该 families,又觉得喜欢一个按摩并儿或不让跳摩并黄奘。 还有突然 features control 我们并设计基确揼天 antique友和朋友, feasible人留守学生,甚至于最让因为要离开了小女生。 他发展 Secretaryрен dangerous active meals, to create products, fostering social inclusion, 就是说,这个机器人是能够帮助他, 就是跟学校的孩子能够连接在一起, 就是让他有一个社会性的活动嘛, 我觉得这个主义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都感觉这个可以卖成玩具的,是不是啊? 所以就是说,你像这种, 就是说很多让大人去想的话就很难, 所以就是说,挪威是非常鼓励小朋友, 就是说加入这个设计的, 我就是真的非常好, 好,谢谢,谢谢大家关注, 和我一起分享,好,拜拜!